底下第四个问题 同学们连年来 一直按照杨老师提出的 离近祝福的方法 每晚在家轮流播放 你讲的四部经 但今年灾情不同往年 请问依旧按以往方法 播经是否可行 如何能更如法 可以的 那么灾难最严重的时候 最好多播地藏经 十三一道经 阿弥陀经 加强念佛 念佛要真诚信 希望能做到呢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化解灾难 没别的 我们能把了 忘念 散乱心 回归到一心 灾难就化解了 一心是禅定 一心是真心 灾难是从忘性里面生起的 所以真心能化解灾难 四十二章经 就告诉我们 智行一处 无事不斑 今宗 非常着重 一心 我们念佛的目的在哪里 在一心不乱 一心是定 不乱是会 我们能够得到 念佛三昧 这是定 有定 开会 问题都解决了 所以说 念佛 一定要晓得 怎么样 念到一心不乱呢 应该放下的 统统放下 你才能得一心 得到一心之后 你才知道佛法 无比的殊胜 天上人间 无与能比 首先你所得到的 你烦恼没有了 你夜障没有了 你身心清静了 你活得越活越年轻 越活越健康 这是你现在 所得的理由 再大的灾难 摆在你眼前 你知道怎样化解 一般是人是 措手不及 手忙绝乱 找不出方法了 你清静 心当中 看得清楚 看得明白 到众生 共业国报 现前的时候 那是无法避免 自己有好地方去 天上人间极乐世界 随意宣测 你说这种利益 到哪里去找 我们今天 得人生 吻佛法 遇到这个机会 自己 要能够认知 要能够掌握 希望在这一生当中 圆完成就 这就好